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光遗传学 Aptogenetics 我是中原大学生科系肖老师 今天主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有五个不同的主题 第一个是光遗传学 它的发现 还有它的基本原理 那再来我们聊一聊光遗传学呢 在果蝇的应用 还有它的实际的例子 那再来我们讲一下斑马鱼的应用 那最后呢我们讲到小鼠 还有在疾病上面的应用 那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光遗传学 它的这个研究的历史呢 最早推到1971年 这时候呢从细菌 发现了一些所谓的Bacterial Redoxin 那它这样子呢 是细菌感光所使用的一些分子蛋白 那再来呢 科学家到了1977年 发现了这个Haro Redoxin 那但是呢 这些Rhodoxin的发现呢 它事实上还不知道怎么去应用它 那直到了2002年呢 又发现到这个伊藻 有所谓的Channel Redoxin 然后到了这个2000年前后呢 开始有人呢 尝试着将它表现到一些细胞 那让细胞得到这个所谓的Channel Redoxin之后呢 可以利用光来调节这个细胞的生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呢 每年的发表的文章 大概都是在个位数 但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到了每年呢 接近五六十篇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研究呢 在Nature Method它把2010年呢 最重要的这个发现结果呢 把它等于说推举出这个 Optogenetics 作为它的这个杂志的封面 那谈到这个所谓的光遗传学呢 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伊藻 伊藻它是一种单细胞的这个藻类 那本身呢里面有叶绿体可以行光合作用 那另外伊藻呢 它具有两条比较明显的边毛 那伊藻呢是很好的这个遗传学工具 可以用来研究呢边毛的这个运动 那另外呢伊藻它有一个眼点 比较明显的一个眼点 那这个眼点呢 我们称为EyeSport 在这个EyeSport上面呢 它会表现出它的所谓的Channel Redoxin 有所谓的CHR1 CHR2 那这些呢在眼点上面的 这些Channel Redoxin呢 它对于光具有一定的反应 会让呢它呈现对光的反应呢 由向光或背向光 所以伊藻 我们从伊藻发现的这个Channel Redoxin呢 它就是来负责这个所谓的 对光敏感的这个作用 那科学家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 就他们利用了一些野生型 譬如说这个野生型的CW2这个种类呢 还有这个Mutation H17 他们发现呢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盘子的左边 照了一些白光 那我们会发现到呢 原本一开始零分钟的时候 这些伊藻呢 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培养敏中 但是呢到了六分钟的时候开始呢 三分钟到六分钟的时候 开始有些伊藻 它会呢游向这个背光区 远离这个光线 但是在这个CH2相对的这个H17的这个Mutation呢 它的这个 等于说这个避光性呢就丧失了 所以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Channel Redoxin呢 是一个对光敏感的一个分子 那科学家发现到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对光敏感呢 是发现到这个Channel Redoxin 它的这个细胞 它本身是一个离子通道 那它平常的话是关闭状态 但是遇到了这个短波蓝光 比如说这个470Nm 这个能量呢能够激发 使得这个Channel Protein呢 做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 外面的这个纳离子会往内流入 那造成呢我们的这个细胞的去积化 所以这个例子呢 是以这个Channel Redoxin R2来做例子 那我们从这个细胞膜的结构可以看到 就是在一早的Channel Redoxin 经过了这个蓝光的照射之后呢 产生了这个纳离子的内流入 那流入的这个纳离子呢 会造成细胞膜的去积化 我们称为Depolarization 从原本的-70个miniVolt 上升到30个miniVolt 那之后呢 它又产生了这个Inward Current呢 又将这个摩摩电位恢复 那如果我们这个使用了蓝光 激发的当下 可以看到呢 它会激发所谓的动作电位 Action Potential 但是当我们的光取消的时候呢 这个Action Potential呢 又会恢复到Basal Level 所以也就是说 科学家了解到这个蛋白质的特性呢 可以利用光来调节这个通道的开合 那这个一早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两根边毛 很会游泳 那另外呢 它这个Channel Redoxin的开启 会造成细胞内去积化 那同时呢 会造成这个 它的旁边的这个钙离子通道 也会依此而打开 形成更强的这个Action Potential的提升 那这样子的结果呢 会造成它对于光 有一些趋光性或者是背光性的一个反应 那于是乎呢 科学家就很聪明的利用到来自一早 这个Channel Redoxin 他们将它克隆出来之后呢 利用重组表达载体 把它呢 转染到细胞中 所以这个细胞呢 原本不具有这个一早的Channel Redoxin 但是现在呢 得到了这个来自一早的Channel Redoxin的表达 然后呢 分布到细胞膜上 这时候我们再去照蓝光 我们就有机会呢 将这个细胞进行这个去积化 激活它的这个细胞的生理 那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个电刺机 传统的电刺机呢 我们是使用了这些所谓的电讯号 来激活这个细胞 产生了这个去积化 产生它的动作电位 那相对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使用所谓的光遗传学的话 我们这时候如果有表达 所谓的Channel Redoxin的细胞 才会呢被光所激活 如果一般的细胞 没有表达Channel Redoxin的话呢 它将不会被激活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呢 在特殊的细胞 利用特殊的启动值 来表达它的这个 所谓的Channel Redoxin 可以达到呢 在特殊的细胞群激活 它的细胞的活性的功能 那科学家在这个一枣 所发现到的这个Channel Redoxin 它是呢 照蓝光激活去极化 那另外科学家呢 他们从不同的这个枣类 例如说从这个Volvox团枣 他们也发现到另外一种的 这个对光有反应的 叫做VolvoxChannel Redoxin 1 它对绿光有反应 或者是对这个比较长的一些 红光有反应呢 造成细胞的去极化 那另外来自这种 所谓的四盐单胞菌 这种类似像是 骨菌或细菌类的呢 它是利用红光激活之后呢 产生绿离子的内流 那这样子的绿离子内流呢 反而会造成这个细胞 它的动作电位的抑制 这个我们称为MPHR 就是来自这个MP 它的这个HR protein 所以呢光敏蛋白 有的时候受到不同的光 激活产生 它的这个细胞去极化 或者是更极化的现象呢 让它成为抑制 它的使用具有相当多的多样性 那我们稍微做一个整理 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经细胞 可以利用电讯号来激活它 这是所谓的Electro Stimulation 那可以用光激活它 也就是所谓的Optogenetics Excitation 那也可以照光 让它的更不激活呢 形成所谓的Optogenetic Inhibition 光抑制型 那在光遗传学呢 相对于它 我们称为这个化学遗传学 Chemogenetics 那它主要是利用一些小分子的药物 去跟我们的蛋白质的这个 Receptor Legan 跟Receptor Binding 那进行蛋白质的活性的改变 来调节它的生理或者是行为 那Optogenetics呢 主要是透过光照射 然后呢 过表达我们的来自 藻类的这些所谓的 Channel Rodotin 然后呢来开启 或来抑制 我们的这个生理或行为的反应 所以化学遗传学跟光遗传学呢 是两个不同的手段 来进行这个活性的调节 那我们怎么操作这个过程呢 一般来讲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克隆出我们的这个 Channel Rodotin 然后使用呢 组织专一性的启动值 让它可以在神经组织 或在特殊的神经元做表达 那再来呢 我们将它包裹到 所谓的腺病毒载体 形成一个呢 可以做转染 感染细菌 抱歉感染这个动物的一个载体 那因为AAV感染具有持久性 表达的一个特性 它比起其他的病毒载体呢 可以在活体动物中表达的更持久 通常长达好几个月 那例如说我们将它注册到脑组之中 我们这时候呢 在脑中就会过量的表达 我们的Channel Rodotin 那之后呢 我们用一个光纤 导入它的这个天灵盖 在特殊的脑区呢 我们用蓝光的LED去激发它 这时候呢 就可以形成细胞的去基化 造成动作电位的活化 所以这个技术呢 我们必须要先做 所谓的载体的注射 或干脆做成基因转值小数 来进行它的行为的调控 好那再来呢 我们讲完了呢 这个基本的发现跟原理 我们来讲一讲 所谓的在不同的物种的应用 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 在果蝇的应用 在果蝇的应用中呢 科学家发现到 我们可以呢 进行更多的这些 所谓的Channel Rodotin的 这些所谓的使用 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Channel Rodotin II 它对蓝光有反应 可以造成蓝光激活去基化 那有另外的更多的蛋白质 被发现呢 它们可以靠绿光激活 像这个GTACR1 或者是呢 用更远的红光所激活 这个叫做CS 这个所谓的Cymson 所以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知道 可以使用不同的波长 做调节来激活 不同的蛋白质 达成它的这些 可能多色光 然后呢 多种不同神经元的激活 那我们看到这个文章 主要是来自这个Signific Report 它们主要呢 是利用果蝇 将这个 在果蝇 具有过表达这些 所谓的 对光敏感的 这些离子通道 然后之后呢 它们设计了一个小实验 利用这个850 Narometer的LED红光 然后呢 来照射这个带有过表达 CS这个Cymson 这一个蛋白质 然后呢 再利用这个手机 它里头呢 所发出来的这个红光背板 然后呢 再利用显微镜照相 就可以呢 调节果蝇的活性 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设置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2015年 在这个Sign Sign's Advanced 它们呢 主要是在果蝇的心脏 利用这个Gilford US的转基因技术 也就是说 使用这个24B 这个基因的启动值 在它的心脏 或表达Gilford 这个转录音质 然后接上另外一个品系呢 US 它会表达呢 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Channel Rothschild 2 那这两个品系 做交配之后 所得到的双转基因的这个果蝇 我们就利用蓝光 去激发它的这个心脏区域 那可以发现 它心脏的跳动呢 原本的规律性呢 比较好 那一照射蓝光之后呢 它的心脏 立刻的呢 它的跳动 就是可能速度会改变 那反过来 如果是单转基因 只有这个Driver Line Gilford 没有这个US的Channel Rothschild 2 当做一个阳性控制呢 照光 跟没有照光的时候 它的心率变化并不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来说明 我们可以使用光遗传学 调控果蝇的心脏 的跳动生理 那同样的 在这个文章中 他们也将不同时期的这个果蝇胚胎 比如说是这个Lava时期 或者是Pupa时期 或者是成体的时期呢 他们进行蓝光的照射 那可以发现到呢 在照射的时候 它比起没有照射的时候 心脏就会加速 它等到光照射的时候 心脏又恢复到原来的 跳动的速率 所以这个结果呢 它具有时间上 跟空间上的优点 可以用来调节 它的这个心脏的跳动生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比较高等 就是所谓的 比果蝇更高等的 这个所谓的斑马鱼 的应用的例子有哪些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这个影片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是心脏跳动 这边是心房心势 心房心势1比1的跳动 那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跳动波非常的规律 这时候打开蓝光 这时候心脏受到了抑制 因为它可能表现的是 所谓的抑制型的 这个所谓的Channel protein 那等到它的关掉之后 心脏又跳动了 那再来如果我们这时候 利用这个单点 只有在一个点去激发它 你看像这个点激发之后 它的心脏就跳动停止 这时候血液不能够往前打 甚至血液还回流回来到心房 那等到光取消之后 心脏又能够跳动 所以我们利用呢 这个所谓的Channel Rodolphin 抑制型的这个Rodolphin 表现在心脏 利用光的激活 可以让心脏的跳动做停止 那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要回到来看一下 这主要是在2010年的Science Paper 他们主要的话 利用这个所谓的镭射 然后呢 利用分光镜 然后呢 进行这个现状扫描 也就是说 他们在这个心脏的部分呢 做来回的扫描 穿梭 他们想要问什么问题呢 想要问说 到底扫描到哪个点 它造成了心脏的这个讯号 被抑制之后呢 心脏的这个电激活会被中止 也就是说 他们想要寻找心脏的这个Peacemaker 所谓的节律点 那这样来回扫描 来回扫描之后呢 他们发现到 当它扫描到某些位置的时候 的确能够形成 心脏跳动的这个停止 例如说 以这个例子来讲 他们把它分成好多个象限 那每个象限都扫描 发现说影响不大 但是当它扫描到 特殊的象限的时候呢 会发现到心跳会停止 所以这个2010年的 这个Science Paper的重要性 就在于说 他们利用这个方法 可以找出斑马鱼心脏 到底哪边具有 比较高量的神经 主要是用来当做Peacemaker 那什么是Peacemaker 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个图 就是在我们哺乳类的心脏 它除了肌肉性的心脏之外呢 它还有所谓的电讯号 叫做Purkington Fiber 那另外呢 这些Purkington Fiber呢 它们会集中在某些地方 宏大 这个就是所谓的节律点 这个节律点会送出心脏跳动的原始的讯号 然后呢 传播到心房心室 引起它这个周期波的收缩 那我们利用这个光疑传学扫描 科学家发现说 如果扫描的在斑马鱼的早期 让它扫描到这个比较靠近心房的肌部 这个地方呢 它会造成心房心室的跳动全部停止 那到了两天大的胚胎 这时候呢 它照射到心房心室停止的位置 是在这个所谓的动脉 一进入的地方 就所谓的心房一进入的地方 然后在心房跟心室的交界面呢 如果照射到这边 它会让后面的心室做停止 那到了比较后期的时候 它这个具有PeaceMaker的地方 是越来越狭窄 也就是它的范围越来越窄 所以从这个结果呢 科学家发现到非常有趣 也就是说 好像是一开始心脏的跳动的起始的 这个PeaceMaker呢 是位在这个心房的肌部 那等到它激活之后呢 这个电信号传递到我们的这个交界面 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它可能再传递一个讯号到心室 所以当我们呢 照射到这个绿色的部分 造成它的这个 这个电信号丧失之后呢 它将不能够激活心室的跳动 那这个例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结果 就是它当它的现状扫描 扫描到这个心房心室的交界面之后 它在心脏表现这个含有抑制型的 这个Rhodopsin 这是NPHR 我们刚刚提到它是来自这个 类似四盐菌的一种 这个光敏蛋白 那等到它激活之后呢 会抑制电信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它呢 扫描到这个区域之后 然后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红光 来激发它的这个 所谓的强度 会发现到强度如果慢慢提高 从原本一开始心脏跳动是规律的1比1 开始有心率不整2比1 甚至到了3比1的这个心房跳 跳一下 然后这个跳三下 这样子不规律的现象 所以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它的这一个在心房心室的交界面呢 它具有这个电信号发起的这个重要性 如果它被讯号被阻断的话呢 心室的跳动会受到阻碍 好 那我们在果蝇跟斑马鱼的例子都看过了 这个结果证明就是这个蛋白质呢 可以广泛的应用在低等的生物 那再来呢 有人就想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应用到老鼠 因为老鼠的话呢 比较接近人类的生理 那在老鼠的做法呢 它们主要的话 是先将病毒 就是AAV的病毒颗粒呢 达到脑部 或者是做出带有脑部神经元 特定表现这些光敏蛋白的这些转金属 之后呢 使用这个具有光纤 将我们的蓝光 雷射呢 导入到它的颅骨内 因为如果颅骨存在的话 会遮蔽这个蓝光 它们就将这个颅骨呢 做一些手术 然后将这个光纤导入 老鼠的这个可能天灵盖之中 然后等到你打开雷射之后呢 这个蓝光局部的照射特殊的神经元 它就会激活或者是会抑制某些特殊的这个神经冲动 那这个方法呢 被很多的期刊 都被重点的报道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那在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呢 也有些所谓的生物科技公司 他们呢会做出这种所谓的商业用的这个光遗传学装置 那这个装置呢 它本身有什么呢 第一个它有一个chamber 这个chamber呢 可以用来观察老鼠的运动 那它的这个老鼠的头方 头的上方呢 有这个光纤 那经过很细的光纤呢 将这个雷射光或LED光 制造器的光 导入到它的老鼠的脑中 那另外这边有一些 可能是像是一些气体麻醉剂 可以用来做手术啊 做来做保定 那但是这样子的商业的这个小鼠遗传学 光遗传学装置呢 相当的昂贵 所以有人也想说 可不可以呢 制作出DIY的这些装置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小鼠的运动呢 受到这个光纤的传递呢 它会有一些空间上的障碍 比如说老鼠可能跑着跑着呢 自己把这个光纤 把它给这个弄断 或者是呢 它的光纤长度不够 有些角落它不能够探索 所以这样的想法呢 就会导致有些做一些变形 比如说科学家 想到可不可以呢 利用多个多管的光纤 来同时呢 激活好多只老鼠 或者是呢 这个光纤 有好多个不同的光纤的 这个颜色 然后可以激活不同的脑区 不同的这个光敏感蛋白 所以这种多通道 多颜色的这个光纤呢 也是可以做改良 来增加它的使用性 那再来最近呢 有科学家 他们呢 研究可不可以使用 所谓的无线传送的这个 Wi-Fi装置 也就是说我们制作出这种 含有这种类似微晶片 它会放出这个Micro LED 也就是说我们在局部呢 放出非常小的LED的光源 然后整个装置呢 只有几克或几十克 那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老鼠的腦 天灵盖上面 它的重量并不会太重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呢 形成一个Wi-Fi 无线遥控的装置 可以增加动物的活动量 那这个装置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呢 大概像是我们的手指头的指尖的大小 也蛮轻的 那里头呢 有一些可能是一些晶片 还有一些韧体 去控制它的这些电的单元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离体外的这些 Wi-Fi的这个所谓的传送器 我们做调节 那例如说 你可以看到它将这个无线装置呢 微型化之后 把它植入老鼠的这个脑中 那这时候外面已经看不到这个笨重的装置 但是它里面呢 会放出不同颜色的LED 进行呢 所谓的光移传学的调控 所以呢 大家要 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 目前呢 会倾向于做所谓的无线 而且呢 它本身 基本上是不需要带电池 耗电量并不大 这样子我们可以做长时间的观察 做比较大范围的观察 让老鼠的运动量呢 比较大 比较接近真实的运动状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呢 操作上面就是说 第一个 如果我们是使用传统的 所谓的conventional 的optogenetics 我们必须先打 它的这个AAV 腺病毒 然后之后用一个 比较笨重的光纤 那你看像这个老鼠 它不小心勾到自己的光纤呢 它反而呢 就会变得它的行为 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 产生一些紧迫 那科学家发现到呢 除了刚刚的无线传送 也可以利用呢 所谓的远红外线 因为远红外线 对这个身体的组织 穿透力比较强 这样子呢 可以避免像短波蓝光 它照射到不到深部的 这个作用 那另外呢 它们会使用 还有一些 可能是这个lansending 就所谓的稀土元素呢 所包覆的这个particle 那这个particle呢 它对于这个热 会有感应 那这样子的感应呢 也会激活了 它的这一些 所谓的神经的离子通道 所以使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有效的 形成了这个无线 利用红外线 就是用热来激活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小结论 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实验呢 如果你是要激活它的行为 我们可以使用 Channel-Rhodopin-2 来自伊藻的Channel-Rhodopin-2 造色蓝光的情况下呢 会达到去极化 激活它的神经元 那如果要关闭神经元呢 是使用来自这个 氏炎菌的这个NPHR 当它激活的时候呢 产生氯离子的内流 造成了细胞的这个 更 更激化 不容易被激活 形成抑制型的讯号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特殊的神经元 表达 然后呢 进行它的激活 可以控制像这个例子呢 可以控制老鼠的这个 清醒跟睡眠的状态 这个在动物行为的研究呢 具有很好的这个帮助 那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来说明呢 利用光遗传学怎么调控 这个老鼠的食欲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光开始照射的时候呢 这个老鼠其实原本已经吃饱了 不想吃东西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光刺激它的这个 进食的这个中枢神经里头呢 跟进食相关的神经元 这时候老鼠呢 即使非常的饱 还是不停的吃 也就是说这个Neurocircuit呢 是负责它的 饱食中枢 然后我们刺激它呢 它会在 非常饱的状态下 不断的进行 它的这个进食的动作 所以这样子的行为呢 是可以用光 来控制它的行为 最后我们讨论到 这个光遗传学 在我们人体 或在这些临床上面的 应用的可能性 因为之前讨论到 都是所谓的基础的 这些基础研究 那能不能够应用到 这个临床的疾病呢 是人类一直希望能够迈向的一个目标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高等的这个临长类 临长类的脑比较大 比起老鼠的话呢 如果使用所谓的光纤 有的时候并不能够打到这个脑子的生部 所以在做临长类的光遗传学实验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它的光可能要比较强 或者是要打到比较深入的部分呢 才能够激活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脑组织 那像这个例子呢 他们本身是利用光遗传学呢 控制它的这个手部的这个运动 他们的做法就是 首先他们会在这个脑中 注射一些所谓的光敏感蛋白 然后呢 它在这个手部的这个回路 控制它的运动的回路呢 过表达之后 它在外部呢 激活一个蓝光 这个时候呢 原本它的手没有动作的话 它可以立刻利用这个光遗传学 激活这个神经元呢 让手可以动起来 所以这个整个的应用就是 他们想要模仿 就是如果我们人类 遇到了这个四肢瘫痪的病人呢 它的神经已经有点通路 有点不通 可是透过光遗传学的这个通路呢 可以利用光去激活它的动作 这个是有可能的 再来他们用利用这个方法呢 也测试了看可不可以呢 利用灵长类的猴子 然后呢 他们将它激活所谓的抑制型的通路 像这个呢 是类似像横河猴类的 他们的做法是 他们呢先将这个病毒打到脑子的部分的回路 然后呢这个病毒中表达了抑制型的这个光敏蛋白 之后呢我们照射某些光线的情况下呢 原本正常的这个猴子看到了某些 讯号它会产生一个激活的电讯号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把它激活之后 它反而是看不太到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呢 去控制 比较高等的灵长类的一些所谓的生理或者是行为的反应 那再来在老鼠的实验中 科学家也显示呢 可以利用这些电光的遗传学呢 控制它的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颠间症 因为有时候这个颠间症呢 它是所谓的脑子的不正常放电 大量而密集的放电 这时候如果是能够使用所谓的抑制型的这个光 遗传学它将能够呢 在我们呢 打开光的这个条件下 进行关闭它的这个过度激活的这个 所谓的颠间的现象 那等到它如果过度医治的话 它有一个回路再打开它的 释放它的抑制 又能够回到正常的生理 那在这个巴金森病人呢 他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呢 可以让这个行为 已经有退化的病人 能够激活它的一些 行为跟动作 那照来有些人类 他们具有药物成瘾的现象 他们也可以利用光遗传学呢 让它某一区的神经元 可能是不敏感化 让它呢 又能够回复到正常 类似像正常的生理 所以在这个老鼠的实验中 得到了很多可能性的推论 所以未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 在人类呢 做一些临床的测试 那再来就是人类呢 常常会有一些 所谓的心律不整 所谓的心律不整 就是我们的心脏 它的这个跳动的规律呢 不是非常的规律 有的时候比较快 有的时候比较慢 那这个心律不整呢 会造成有的时候 造成人类的急性的猝食 所以科学家他们想到 可不可以利用这个病毒的颗粒包裹之后呢 我们把它利用这个所谓的心房 特殊的启动值 然后将我们的这个光敏感蛋白 表现在我们人类的心房 这时候我们在体内呢 可能植入一个光照装置 当我们有一个检查装置 检查到我们的心律不整的时候呢 它会补偿的开启这个蓝光 那蓝光开启之后呢 它可能就会能够调节这个心律不整的现象 然后之后呢 再利用这些所谓的内部的这些检测装置 达到一个回馈监控的状态 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病人 比较不容易产生心律不齐的猝食现象 最后我们讨论到这个光疑传学 是不是可以来治疗 所谓的运动失调 因为很多在这个人类的例子呢 它有的时候会产生这个下肢瘫痪的现象 那于是乎呢 我们的肌肉组织是还完好的 可是因为神经元的这个破坏 产生了瘫痪的现象 他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在老鼠的这个脊椎骨 像这个是可能是腱椎骨的地方呢 不表达这些具有神经激活的这些所谓的 那之后呢 用光纤来激活它 以似乎这个老鼠原本可能是运动比较不协调 或者是有瘫痪现象的去激活它 那这个方法要怎么评价它 主要的话是使用老鼠的这个走路的步行姿态的评价 他们的做法就是将老鼠呢 放在一个长形的一个轨道中 然后底下呢 我们放一面镜子45度角 这时候我们使用高速摄影机 拍摄这个老鼠的侧面 还有来自拍摄这个反射光所折射出的 这个底部的这个脚印的结构 那如果老鼠的这个正常老鼠 它的步行的步伐 还有它的这个脚掌的这个间距是固定的 那如果它产生下肢的瘫痪呢 它的这个步行姿态 就会产生变化 那于是乎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光激活它之后 看它的步行姿态 有没有恢复到接近正常的状态 就可以用来呢 评价我们的这个治疗 是不是有效的可以让老鼠的这个走路姿势 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这种方法呢 我们叫做光遗传学治疗运动失调 失衡的这个应用 那这个是在2016年的文章 那最后光遗传学呢 大家现在觉得在人类上面直接可以应用到的呢 是有关于这个 这个眼盲症 什么是眼盲 就是有些人 他们可能是因为视觉的这个所谓的接受器 所谓的Cone Cell或者是Rhodocin呢 产生了一些缺陷 它的视网膜有缺陷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体外先包裹 我们的这个光遗传激活蛋白 然后利用这个AAB腺病毒的这个包裹 将它注射到眼睛内 那这个启动值呢 可能是来自这个视觉细胞的这个启动值 那当它植入到眼睛 眼球内这些视觉细胞 如果有被这个AAB的这个病毒感染的话 它就会表现出我们的这个光敏蛋白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一个特殊的装置 这个装置呢 它是一个类似像眼镜的结构 它可以将外部的这个影像转换成电讯号 然后呢 这些电讯号呢 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眼部 将它呢 外部的讯号 经过了这个转换之后 在我们的视网膜上面做成像 那因为我们的病人视网膜已经可能退化了 所以这时候电讯号即使来 它不能够接收 但是有这个光敏蛋白表达之后呢 它一样能够转换这个电讯号 将这个电讯号呢 传递到我们的脑部的这个视觉的感投影区 于是乎呢 有机会将盲人的视觉做恢复 这个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在做尝试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未来的话 光影传学呢 可能可以很有效的来这个制作出这种 所谓的穿戴式的这个眼镜 可以让盲人的视力做部分的恢复 到正常的状态 好 今天的这个介绍呢 就到这边 那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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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